大家好,今天再来更新一下日本疫情的现状 那么首先就是日本已经解除了紧急状态宣言 然后现在进入第二个阶段,就是各种限制已经有所放松 那这几段影片都是我周一下午去拍的 那首先可以看到车站有很多的人 第二个就是口罩 现在各种药妆店和超市都可以买到了 这里是唐吉哥德,它也有很多口罩 不限购也没有人排队 第三个就是各种商店购物中心已经全部开放了 我上周去的时候这一个优贸还没有开放 就是只开放了部分 现在是全部都开放了 另外就是这是星期一的下午 作为一个平日来说,里边其实有很多的人 好像大家都在家憋了很久了 那解放之后全部都跑到购物中心来购物 最后再说一下我自己就是日本政府发的这个10万日元的补助金 我已经拿到了 但是安倍的口罩我还没有收到